指揮官好 想要請教 就是我觀光業者 他們覺得已經快要撐不住了 然後想請問說 如果接下來就是疫苗覆蓋率 像這樣子一直提高的話 有沒有規劃逐步放寬國外旅遊管制 有沒有一個大概的條件或是時間點 謝謝 現在來講 他還沒有思考到旅遊 這一部分 那確實我知道對一些相關的旅遊的業者 確實壓力很大 但是以總體則而言 我們大概先會放的 應該是從經濟 從商務的必要性去做 考慮 那旅遊當然我知道大家也 多忍忍 那發展一下這個我們國內的旅遊 發展一下我們國內的旅遊 總是遼勝於無 那讓國人認識臺灣多一點 這也是一件好事情 那之所以為什麼把這旅遊放得比較後面 我也可以簡單講說 譬如說我們今天 今天要來的是一個商務客 那他今天如果沒有來 那可能這筆生意就沒有了 那這筆生意沒有了 不是說只有今年是沒有 你會變成明年 後年以後都沒有 你要把他爭取回來 變成很困難 至於旅遊客的話 今年沒有來 他明年就很有可能會來 我意思說這個行李比較不會遭到 其他生意有關於臺灣的一個經濟 我們畢竟是貿易立國 那這商務的旅客對臺灣的經濟影響很大 所以還是會先從商務人道 這邊來開始做思考 那至於旅遊業 那就真的很抱歉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儘快 儘快能夠解封 那時候再說 好 工商 指揮官好 想要請教 您剛剛有提到是說 商務客會考慮優先 開放 之前也有說過 在春節專案之後會考慮開放 那有沒有 預估的時間 或是什麼樣的時間點會啟動 先寫 大家看一看 最早最早就是2月28號以後 那這樣有很多大家 很多的一些專家名嘴都有各方面的 一個提醒 那我們也深切瞭解到大家對於這種 要開放 既攜帶 又怕受傷害 那怎麼樣做一個最好的規劃 那指揮中心會跟專家 持續的討論 我們還是強調說 我們要做出臺灣模式 讓大家又能夠安心 兼顧經濟 兼顧疫情 那選擇一條我們自己的路 那看能不能做得最好